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跟分享这台 Samsung Galaxy A23 5G手机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OK,盒子里面有一张快速入门指南 跟一条Type-C到Type-C的充电线 盒子里面最后有一根SIM卡卡针 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这一个盒子里面是没有附充电器的哦 充电器要自己购买 OK,那它是更新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手机的外观 那整只手机 是塑胶的机身 边框也是塑胶的 那它的下面有一个Type-C跟耳机孔 有耳机孔在这儿 你想要擦你高级的耳机是属于便利 然后旁边有一个指纹辨识的定源键 按键按起来都还蛮明确的 不会有什么卡卡的啊 或是有点弹不起来的状况 那打开这个萤幕第一眼看到就是它的超级饱和的颜色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饱和的颜色在设定里面 萤幕设定里面是完全没有办法调整它的萤幕显示的 颜色效果的 就是如果像其他手机你可能可以选择 鲜艳或者是正常标准 就是比较平淡比较不饱和的颜色 但是在这一支手机的显示设定里面没有这个选项 所以你的萤幕就永远都是 这么鲜艳 那另外一个发现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全白的背景 这一种萤幕呢 它的边缘都会有一种 好像暗角灰灰的感觉 这就是这个萤幕的特性 它就是长这样子 因为这支是Samsung手机所以应用程式一打开 全部都是Samsung的内建程式 那虽然你可以去解除安装但是它 预载一些很讨厌的 一大堆应用程式你需要一个一个解除安装 就 稍微有点混乱 但是你需要 花一点时间去整理一下 才会变得 比较清爽 比较整齐的样子 你只要一开始滑动这个萤幕 你就会发现这个萤幕是高格率的萤幕 应该是90Hz吧 就是它每秒更新90次 滑起来特别顺畅 虽然你影片这样看不出来 但是你一滑起来 马上你的眼睛就可以辨识说 这个萤幕 比较流畅 比起60Hz 正常萤幕 流畅还蛮多的 我们就从设定里面一个一个看 那这支手机里面有NFC 所以你可以就是感应去付钱 这一支手机的振动马达它是比较拖泥带水的振动马达 它是一个 慢慢上去 然后到巅峰之后再慢慢下去 所以你的整个 时间还蛮长 所以如果你打字打很快 然后你又开振动的话 你就会开始整支手机 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 它不像比较贵的手机 比较高级的手机那种振动马达是马上 瞬间 然后再马上没有的那种感觉 比较俐落的感觉 这一支是有点拖泥带水振动马达 看个人喜好咯 它的音效里面有支援Dolby Advos 就是环绕音效 但是它只支援耳机 或者是无线的蓝牙耳机 它不支援它的内建喇叭 因为它的喇叭不确定到底是 是不是太烂呢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的确这支手机的喇叭不是很好 它只有单声到从下面发射的喇叭 它的耳机这边 听筒这边是没有声音的 就只有单一 发射的 喇叭 而且它的声音听起来就是很薄 很单薄 只有高音中频稍微一点点 低频是完全消失的状态 而且不管音量在超级大声或者是稍微降低 可能到一半 它的声音就是一坨 糊糊的 不太清楚 就没有层次啦 就 它的喇叭就是 那设定里面动作与手势有一个比较特别是 指纹感应器手势 那这个指纹感应器手势如果你把它打开了之后你的指纹感应器 往下滑你就可以轻松的叫出上面的选单就不用手 放到最上面去拉下这个选单 你可以直接滑你的指纹感应器 就可以开启你的上面的选单 这还蛮方便的 那这支手机目前是跑Android 12 不知道未来大家到底会不会持续更新 手机就差不多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相机拍起来怎么样 历建的相机软体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 该拍的照片影片广角跟标准镜头都 拍出来都很漂亮 但是如果你要开始使用一些比较专业比较手动的东西 像是专业模式在这个相机软体里面是没有办法调整 ISO跟快门速度的 就是只有一些基本的调整 如果你需要这些深入调整的话 你可能需要下载第三方的软体 像是Open Camera之类的 这台手机如果你使用像是Open Camera这种 第三方的相机软体 你的主镜头是可以直接拍摄 RAW檔 DNG档案 你可以让你的后置空间 变得更宽广 你可以拉的程度更多 那你的主镜头的相机 在这里面的尺寸是 4080×3060 4比3的尺寸是 1200多万 画素 主镜头的ISO最低可以到27 所以你有的时候可能晚上 或是下午的时候 想要拍一下 比较长时间曝光 那这个27的ISO真的是 还蛮实用的 因为有些手机最低ISO就只有100 甚至 200 之类的 你就比较困难 拍摄长时间曝光的东西 但是除了主镜头以外的两个镜头就是广角镜头跟自拍镜头 这个第三方软体就是 这个 Samsung的相机不太开心 就是连拍都不给你拍 所以呢如果你要用自拍镜头或是广角镜头你还是 乖乖的使用它的内建的相机软体 那如果你要比较画质比较好的主镜头的话 你可以下载地方 第三方的 相机软体你就可以有稍微多一点的控制 录制影片的话三颗镜头都可以使用Open Camera 第三方软体来录制影片 但是其实差距没有太大 如果你要 正常的使用的话 还是使用 原厂的相机软体就可以 除非你有特别需要去手动控制 像是调整你的ISO 跟快门数值的时候 再使用这个第三方软体 因为 内建的 相机软体 其实拍出来就 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已经很漂亮了 你不需要再使用这个第三方软体去增加一些 扩充的功能 三颗镜头录影的尺寸都是FHD而已 1920x1080 所以没有什么大大的进展 使用第三方软体也是一样 OK所以现在是使用手机内建的自拍镜头来拍摄影片 然后我们使用手机内建的麦克风来收音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听听看 我们的影像品质跟我们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 这就是你平常在聊天 视讯 收到的声音 就听起来像这样 OK那这支 Samsung A23 5G 手机差不多就这样子 那我们的游戏的部分 因为我平常也不太玩游戏 所以你如果要看游戏的部分 你就去看看 跑分啊 或者是GPU的分数 或者是其他的评测 测试 分享的人 到底怎么说 那那个 我就没有什么 公信力 那 相机啊 摄影 我就可能 稍微多讲一点 反正这就是我们的A23的分享影片 大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 对我朋友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我的名字是KaiYiWon 我会见到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